一身紅色Polo衫頭戴國旗帽 紅海創辦人郭台銘 早上十點半獨自現身投票所 我剛到醫院我媽在住院 一早從醫院趕到東門國小 少了老婆曾馨穎陪在身邊 郭台銘花了五分鐘 將四張選票投入票軌 但談到今年新竹選情 他用四個字形容 大家今天都要看選舉的結果 希望今天大家 能夠符合大家的期待 就是我剛才講的一句話 邪不會勝正 而日前紅海宣布 沿染台積電前大將 獎上億助攻半導體 幕後也是郭台銘推了一把 我生日那一天 我事先跟他 我們劉總長安排 事先跟他聊了半個小時 當然我非常歡迎 他能夠做一個顧問 總顧問 給我們支點方向 將來我們的市場 應該著重在汽車 著重在這一些 看起來很小 但是將來用途很大的 各種不一樣的市場領域 平半導體之餘 與郭台銘更緊盯 富士康 鄭州場 現在劉洋偉在負責 我當然能夠協助盡量協助 動在清零發展經濟的一個 怎麼樣一個平衡跟協調 我想這個大家都很努力 這是一個調整的過程 清零政策下考驗的是 經營團隊硬便利 而郭台銘現身投票所 也成了粉絲見面會 握手簽名來者不拒 郭董還主動送上擁抱 但被問到2024宣戰 他則會揮手快閃離開 進行為許傳彭智華採訪報導